大家好,欢迎来到《圣经经证读》 我们的理念是以教导牧养宣教来到荣耀神光明的国度 今次的内容就是讲针研的牧养秘笈 今次就开始讲第26章 头开始就讲这个愚昧的人就是1章12节 我们讲的是整个针研的D的部分 就是讲到关系和行动的 在第25章28节开始至到26章28节 其实是一连串有七种不合神心意的人 其实上一节的第25章28节已经讲的是 不能自律的人 之后就会开始讲愚昧的人 懒惰的人 好管闲事的人 恶作剧的人 传舌的人 和浅眉怨恨的人 根据读音读个浅字 就是这个浅眉怨恨的人 就是这个浅眉怨恨的人 今节就会讲愚昧的人 就是第1-12节 第1-12节 其实第1-3节就是这个隐言 第4-5节就是一个平衡句 而第6-10节也是另一组的平衡句 形成了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 而第1-12节也是另一组的平衡句 其实也是总结了1-10节的愚昧人的写照 所以整段都是说愚昧的一 我们首先就是看第1-5节的经文注释 第1-3节 这里 这样无顾的奏座也都必不临到 边是用来打马的 鼻头是为来勒露的 形象是为了打愚昧人的背 这个巧思边,一个车字在中间,一个口字在下面 就是读个鼻字的 继续回来了,所以这个是鼻头 在这个隐言里面,讲到巴勒斯坦气候的问题 下季永不落雪,春夏两季收割的时候 也是极少落雨的 这个敘利亚和巴勒斯坦地的地中海气候 是冬季,也是西历的10月至2月 我们看这个鼻头,开始冬季的时候 其实就是犹太历的10月至12月 功力的话大概是12月左右 至2月至3月左右 应该是2月左右就是冬天 所以这里就是地中海气候的情况 清凉有雨,在耶路斯坦等地的地势较高之处 气温就是冰点以下 年中其他时候都是十分干燥的 只是偶尔有反常的骤雨 所以这句就和很多古代的智慧文学一样 就将愚昧人形容为不受教,不知羞耻的人 愚昧人得尊名,危险也不雅于此 毫无根据,随便就座人 就好像麻雀和燕子飞来飞去 其实是伤害不了人的 萨莫尔记下第16章就很出名了 这里有个人叫仕妹,就是就座大位 另外在文素记第23章也有个巴兰 就是就座以色列人,但也是无效果的 作为一个例子 作者就是要人破除就座所带来的魔力的迷信 在这个言论后面包含了古时的一个思想 就是要一个人去承担一种就座或者一个祝福 一旦说出来 他本身就有能力令到所表达的发生 律法就是为了宣布就座作为了规定 尤其是在有罪的关系人 可能就是逃避被人发觉的情形 就座会把他找出来 而这个言论做了一个限制 就是针对无辜受害者的恶毒就座 会无害地飞于他的目标而去 圣经当中都是经常出现有就座和祝福 是一个相反的状态 其实就座的主权就座于神 所以和神的旨意相违背的就座是没有效力的 其实当时闪族血统的人普遍都是相信 不管是就座是不是正当于否 其实就座本身都是有功效 而这一节就可以说 是纽正了我去帮人这个错误的信念 好,讲到这个鼻头了 就是这个纳住的嘴的那个环来的 就是用来纳製的口部 其实都是在说对付愚昧人 诗篇第23篇9节就警告我们 就是这一则的针烟 以及和他相类似的其他针烟 就是为了我们可能会拥有的两种身份而写的 首先一种就是对付愚昧人的身份 而另一种呢 我们本来呢 我们自己都是有一个可能 就是都是愚昧人来的 那那些招野杖宅的人呢 都是那些图谋忽视这个景象的人 那我们来看诗篇第32篇8-9节 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 我要定睁在你身上 劝戒你 你不可以像那个无知的奴马 必用着幻、鼻头、纳住他 不然就不能顺服 不要按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 这里就是4-5节 不要按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 恐怕你就和他一样 要按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 免得他自以为有自为 首先这里就说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 意思就是 不要按照愚昧人的说话方式和逻辑的前提 和他们图然争辩 其实他们的偏见 并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之上 其实也没有办法通过争辩来消除 按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 恐怕你和他一样 意思就是说 在整个过程 争论过程当中 你都会变成一个愚昧人的 第5节那里说 要按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 意思就是 虽然不需要和愚昧人争论 但是你要揭穿愚昧人的谋误 接着那一节说 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 倘若沉默不语 就会成为默认愚妄话的帮凶 其实这两节的意思 并不是矛盾 反而是相辅相成 表示和恶人争辩是毫无意义的 但有时你也要指出他的谋误 免得他继续愚昧下去 对付愚昧人 是需要看一个环境来说话 在正常的情况下 不要和他一样去说愚昧的话 但有时应该是力加辩驳 博弃他 令到他可以醒悟 以免他自以为是 好了 接着我们下一节 就会继续看第六 到第十节 好了 那我们今节就先说到这里 那我们稍后回来 会继续讲下去 那我们邀请你 订阅我们的频道 转发分享我们的影片 在下面按like 和留下做在性的留言 在订阅旁边的钟仔 按了钟仔之后 就订阅动动静功能 就可以接收我们最快的咨询 好了 我们稍后回来 会继续讲下去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行走 感谢观看